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好 孟盟同学也到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 那今天在早盘的时候 我跟大家做了几单 其中有一单的是我们之前做到的一单 欧元对 我们做到的欧元对加币的这单 我想好多同学应该是有这单交易的 欧元对加币点赐了低点之后了 然后开始了一波上涨的行情 那目前我们来看到 开始这种整体上的一些上涨的这些行情 整体上的一些上涨的行情 那就目前而言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 就目前而言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呢 还是一个涨势当中 也还是一个涨势当中 那么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探讨交易 昨天我们说了 每个货币队它走势的这个时间 走势的这个时间 那么在这个走势的时间当中 在这个走势的时间当中 我们会看到不同货币对 它在这个时间上 就是不同的时间集次上 昨天给大家说的这张 就是如果换在这个上边 就是这个 不同货币的它是走势的 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是它的各自的时间 各自的时间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它 那就行情而言 每天这个货币的 它的走势的这个状况 是不同的 每天它的走势的状况 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在交易当中 会有这样的结构出现 会有这样的这个结构出现 这个结构呢 就是它在图形当中 固定到那个时间点上 就会走出一些固定的行情 就会走出固定的行情 就会在这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看到的这波 这个行情的这个走势 这是这波行情的这个样子吧 或者说这个图形 好 这是看到的它 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 和大家继续到行情当中来 看看今天的内容 好 那昨天讲 昨天我们说的是 这个行情当中会有不同的时间 那么在今天的时候 再和大家去讲一个支撑阻力的概念 支撑阻力的概念 在交易当中 支撑阻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所谓的支撑 所谓的支撑阻力 它在交易当中的这个支撑阻力呢 它在交易当中的这个支撑阻力呢 就是指的 行情在走的时候 有这个support 有这个support 然后在它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support 往上叫resistance 就叫阻力 往下呢 叫做support support呢 是支撑的意思 support是支撑的意思 那么支撑在这里呢 我们说 这个支撑在 这个行情当中 支撑在行情当中也很重要 每一个一个一个的支撑 那么技术面上的这个支撑呢 有很多 技术面上的支撑有很多 包括我们说 包括我们说这个支撑位 包括我们说这个支撑位置 在行情的这个支撑位置上 有 有几种类型的支撑 包括我们说 这种支撑呢 有形态上的支撑 有形态上的支撑 也有 有形态上的支撑 有 有线形上的支撑 同时呢 也有在 交易当中 也有我们说的 这个 在这个支撑当中呢 也有 这种 也有 线形的支撑 也有通道的支撑 等等等等的支撑 其实是 非常非常多的 那这种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这种 我们说 这是我们看到的支撑 那除此之外的支撑阻力 还有通道形成的支撑阻力 和指标形成的支撑阻力 特别多 支撑阻力 其实特别 特别多的 然后有支撑阻力的 这个 特别多的 有支撑阻力的这种 这个样子 特别 特别多的这种支撑阻力的 这个结构 好 我们来实际当中来看一下 实际当中来看一下 我们所说的支撑阻力 实际来看一下支撑阻力 那么 其实这是个大话题 就是支撑阻力是个大话题 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看这个图形的时候 有支撑阻力了 我们把它会看成 有月线图上支撑阻力 有周线图上的支撑阻力 同时也会有在交易当中的 指标所形成的支撑阻力 特别是SMA200 我们在中间看到 比如说 我一直给大家说 SMA200是中间 支撑阻力最多的一种图形 它是支撑阻力最多的 一种结构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效果 在这个交易当中 属于最强的一种 最强的一种 这种支撑阻力的这个效果 这是我们看到的 它这是我们说的支撑阻力当中 最强的一种 好 那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们会看到说 每个货币 它都有它自己的SMA200 它都有它自己的SMA200的 它都有它自己的SMA200的 这个走势的这个状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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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鈴鐺 支撐阻力 这是我们看到的支撑阻力 那除此之外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其他货币的 就是每次当我们去看到 这些货币的走势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呢 行情也很神奇 这个行情也很神奇 就是这个图形 均线这种SM200 是指标类的支撑阻力当中最强的一种 我们来这边来找一个实战当中来看一个 一个币走 来实战实际当中来看一个 这个图形的走势 实际当中来看一个 这个SM200在中间走势 比如说澳币 澳币 我们把澳币的这个图掉出来 这是澳币 我一直说澳币在这些行情当中是 走的算是最强的一个 算是走势中间最强的一个 这个图形 是 奥币的支撑主力作用 奥币的支撑主力作用了 这是SMA200 我们把SMA200这个图 一直摆在这个每周去 要看一下的这个当中 就以我们来把这个价格去掉 在这儿想说况 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200走到这个图形当中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看到200节形成阻力位置 比如说我们看到把这个图去掉 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200节的支撑阻力 举一反三了 就是这个是要举一反三的 所谓举一反三就是在这个里边 行情在不停的在动 行情在不停的在 行情在不停的动 然后有不同的这种支撑阻力 会保留在这个图形当中 会保留在图形当中 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需要怎么办呢 我们在在做的时候 需要的就是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等会保留在这种呢 当面对 我们在这儿需要的就是在这个交易当中 去看到和把握到这些行情 去看到和把握到这些行情 每一次 好之前我们也画到过 200节的均线对行情的阻挡作用 把这个图形 每一次行情都会在这形成阻挡作用 所以经常在交易的时候 会把200节当成我们交易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指标 那这是我们在说的 SMA200 200节的支撑阻力 支撑阻力的作用 我们在交易当中 200接的支撐阻力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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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支撑阻力的就是SMA200 它是属于均线带来的支撑阻力作用 那么均线本身就是一种弯曲的趋势线 它本身就是一个弯曲的趋势线 然后在这里看到说 图形连续的这种点到200接之后了 就形成了一个阻振阻力作用 就形成了一个阻挡作用 每次在交易当中了 我都会把这个200接就会看出来 就会把200接这个状况了 就去看出来 看出来然后看它的这个走势的这个状况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把每一个货币队的200接都调出来 欧元英镑然后调出来它的200接 然后看看它的它的走势 那现在我们注意到有些货币就在200接上 比如说美元对日币 这些都是容易容易出行情的货币 所以记住美元对日币现在在200接 然后欧元对英镑 欧镑这个图形 这是在200接上点到撑住以后弹上去 破就破下去了 然后欧元对纽币 一般来说直盘货币的 一般来说直盘货币的200接了会 效果更加明显一些 然后交叉盘当中的200接呢 会就会差一些 然后交叉盘当中200接就会差一些 今天还有一个值得注意 就是欧元对英镑 还有一个欧元对加币 然后在今天的时候呢 出现了这种样的盘整的 就是美元对加币 然后出现了这个反转的这种图形 出现了这个反转的图形 出现了这个反转的图形 然后其他的币种 股票当中也是非常实用的 股票当中对200接也是非常实用的 今天的A股开始往下走 A股开始往下走 我们在中间呢 是做了五个A股的空单 然后在震荡之后呢 再次开始往下走 A股现在和其他股市都不一样 每股都是往上走 然后A股的创出新低 原油点次一下低点 开始往上走 所以中间蓝色线型的这个SMA200 蓝色线型的SMA200 其实在中间的时候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走势 特别重要的一个位置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行情 接下来再去到我们这个具体的交易层面上来看一下 具体的交易层面上来看一下它的图形的状况 这是Z模板当中 调出我们的Z模板 好 Z模板当中 在最近的走势当中啊 我更加倾向于使用一些相对较为 相对较为短线的一些 一些交易的结构啊 四小时图上我们看到 原油原来买的多的五手啊 多的两手 在今天的时候再次出现一个原油突破趋势线啊 原油突破趋势线的一个行情 我觉得原油在这个地方呢 可能能够再走一波 昨天的时候四小时图冲冲上来 就是大家注意几根几根有意思的K线啊 就是行情出现无遮蔽脱离的这种状况 就是前边一个阳线内部 前边一个阳线内部出现的这个距离了 我们叫做无遮蔽脱离这个破位行情 在之后两个线形之间 这些没有相交的部分啊 阴线 大阳线 然后 呃 这一根 就是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这一根 呃 小阴线下端的这个点位上 就是这两个之间的这个距离 会呈现出一个 呃 支撑的这个作用 这叫做无遮蔽脱离 那今天现在在这再次产生一个涨势 原油单如果不够的话呢 可以在这边呢 可以去补一些 补一些交易单 可以在这补一些交易单 我现在的多单呢 有七个多单 呃 我想各位同学应该 好多同学也应该有这个多单 对吗 这个结构 我想大家可以在纸上去 绘制一下这个结构 啊 啊 我把它画成K啊 大家在纸上来绘制一下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是这样的 它分为几部分啊 这个分为几部分 第一大部分 是这个大阳线上涨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一个通道上涨 通道上涨之后呢 有一个调整 很多同学说 很多投资人说 学日本蜡烛图技术 怎么学啊 我觉得就是 可以通过 这个绘图来学啊 一根大阳线啊 冲上去啊 一根大阳线冲上去 冲到高点 调整调整 调整到低点 然后走一个通道型的 通道型的上涨 其实这也是通道的支撑 通道的支撑 阻力的这个作用啊 这是走一个通道型的 通道型上涨 通道上涨完后呢 开始又 从这个通道上下破下来 下破下来之后 注意几根 有意思的K线啊 注意几根 有意思的K线 我来这边指一下 注意这根K线 这是一根 带动行情的一根K线 表明原油的这个下跌走势 开始在这停顿 所以我觉得原油啊 在目前的时候 还是一个偏多的啊 55上方的原油 是一个整体上偏多的一个 一个 整体上偏多的一个 一个一个结构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图啊 仍然有多单啊 这是原油 那除去原油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间有这个 欧元对美元啊 我们是做的欧元对美元的多单啊 保留这个欧美的多单啊 底部中间 然后在这儿的出现一个 上涨的这个行情 底部这儿出现一个上涨的行情 欧元现在 三十分钟图来看一下 少少一些卡顿啊 好 三十分钟图上 我们看到欧元对美元 现在这个这个图啊 今天在今天的时候 出现了这种反转的这个图像啊 出现了反转的图像 然后在这儿欧元对美元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运行啊 走出一个偏多的一个结构啊 走出一个偏多的结构 那么在在这里的时候 欧元对美元 我觉得日内的日内走势呢 还是一个相对来说 往相对来说还是偏多的一个图形 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偏多的一个图形 今天在这儿的回调到低点 然后开始往上啊 继续去往上去做了一个 向上的一个多单 这是我们看到的 欧元对美元的这个图形啊 和叶和样式 继续再在观测一下 它后续的走势了 它是偏多的 美元对瑞士法郎在今天是往空走啊 那欧元多 美元对瑞士法郎呢 就是一个空头的走势啊 这两个货币队可以说是互乘 这两个货币队的可以说是互乘镜像啊 相对来说互乘 互乘镜像 一个往上啊 一个就 一个往上 一个就往下走 一个往上 一个往下 这是美元对瑞士法郎 今天在 在今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一次跑过了 呃 欧元往上走 美瑞往下走啊 美瑞今天刚刚 刚刚跑过了 呃 两百节 这个 呃 刚刚跑过了两百节的这个 这个图形啊 这个呃 呃 这个 两 刚刚跑过了两百节的这个图形的这个位置 看看后续它又该如何如何走啊 看看后续它该如何走 嗯 看看后续如何如何走这个走这个格局 我觉得在这个图形上美元对瑞士法呢 要比欧元要更更合适啊 这个单可能走的会更合适 目前来看 这个图形已经具备了某种 多的这种意味了啊 已经具备了某种多的 这个 已经具备了某种反转的意味啊 包括顶部 呃 中间有一种反转的叫做一二三反转 高点不再创新高 趋势的低点 特别是下方 碎形的低点被突破的时候 啊 下方 碎形低点被突破的时候 往往是出现这种 呃 交易当中比较好的这个 呃 交易当中比较好的这个图形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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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看到的这个图形 所以我觉得美元对瑞士法郎 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在这一空的 可以在这边走一个空单去做进去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元对瑞士法郎 纽币和澳币这两个货币了 然后在今天的时候 走的并不是特别的那么 并不是特别的这种理想 这两个货币对 澳币 澳币在今天的时候有这种破位的迹象 我们在之前说澳币在盘整区间 上方的盘整区间是在 0.6860 下方的盘整区间是 0.6660 两个位置 现在还是在这个盘整区间当中 看他能不能在上边去走出破位行情 某某同学说 加日是不是日K线的双K反转 然后加拿大一息和美国都要一息 手里的美加多单和加日的多单该如何处理 然后在今天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美加的多单要看他所处的位置在哪里 我今天认为说美加的这个单实际上是在这儿 是可以去可以去入场坐进去的 美元对加币这个单实际上是可以去 我一息在最近的时候 因为加拿大一直是在走这个 加拿大 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的这个图形 看一下 实际来看一下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数据 我是觉得这个由于现在原油走的比较弱 然后开始走 然后美加了在昨天上面走一根大阳线 局部上来说 美加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偏多的一个行情 因为最近的行情跌得非常凶 一直走走走走到了很低的位置上 走到了非常低的位置上 这个位置是在 这个位置跑到了 这个位置跑到了 现在多少了 是1.3的这个关卡价位 那1.3现在已经保留了它在这边的运行状况 所以我觉得美元对加币还是一个可行的单 另外还有就是 这个图形 来看一下美加 今天 今天 把调一下它的重要数据 把 我们只看 只看三星数据 只看三星数据 法国美加 然后 31号 31号 GDP数据 怎么会没有 没有加币的这个数据呢 怎么没显示出来这个数据呢 所以我是觉得美元对加币这个这个位置呢 还算不错啊 整体上美元对加币的位置还算不错 到了这个位置 在这又走出了一个阳线 然后今天有有回调行情 所以相对来说 如果做单的话 就是两者相权到底该做哪个单呢 我是觉得要做多 要比做空要要好一些啊 所以美加单如果有多单的话呢 是可以拿的啊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 昨天这个行情 一根大阳线冲上去 然后现在呢 是回到了382的位置啊 回到了 这个走势的382的这个位置 走到这儿的 那有可能会走出一个新的一波 这个上涨 毕竟我们看到美元对加币在日线图啊 在日线图连续的下跌之后 在这边触底开始往上往上走反弹 我们现在美元对加币这个单 我们的美元对加币啊 来看一下美元对加币 美元对加币 美元对加币这个0.4的时间是很早之前的美元对加币啊 现在正在这个位置 现在正在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可以在这儿去补一些单 在这儿把每家的单的去补一些单 我就以一手为例吧 我觉得在中间做到一手到两手啊 一手一手到两手这个这个单 做上做上二吧 大致大致做上一手到到两手的这个这个单 止损呢 我觉得如果止止损 你日内交易有100点的话 应该是足够了啊 日内交易100点 然后止盈的位置 我们初步写上一个300点 然后让他先先跑一跑看一看啊 就是当然在这个交易当中会逐渐的会会变化啊 会会逐渐的变化 美元对加币在今天的时候 这个单 呃 就是如果大家如果打捏不准的话啊 可以再再观测观测 今天我觉得中间还是有一段行情的啊 有一段行情 包括摆档类的指标 就今天摆档类的指标 摆档到低点 梳轴线一支撑往上跑 如果日内交易 如果这个单大家想做日内交易 想赶在每盘前 呃去了结的话 那也容易啊 那那也容易 你就去找他 这个轨道就可以了啊 不用特别多远 找他这个轨道的外轨 当成获利满足点就可以 现在这个轨道呢 稍微乖离的比较大啊 我们把它调整为0.4啊 调整为0.4啊 轨道把它变成0.4啊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啊 大家写文件名的时候啊 在这写文件名的时候 其实就用z就可以了啊 就在这写z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去特别多的去写这个 写这个z然后杠内 那如果现在我们看到美元队呃 美元队这个加币 它的盘整区间 大概是0.4的乖离度 甚至甚至要比0.4还小啊 所以我在做的时候 呃 我觉得如果今天再往下调整 调整到呃 1.30附近 就是1.3050的时候 其实呃 这个单的还是可以继续去呃 去有这个新单去出现的啊 然后这也是值得大家去去看的 一个啊 一个一个一个交易啊 我把这个单里发到我们的 坦单群里边去 美元对加币啊 所以我我是觉得美元对加币在 今天时候做一些多单也是可以的 让他跑一跑啊 美元对加币 美元对加币啊 现在8.1啊 跑起来很快啊 美元对加币的这个单跑起来很快 呃 这是我们看到 在最近几天的时候 美国方面这个行情特别多啊 啊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值得值得做的一个单 就是 还有一个值得做的单 就是黄金啊 黄金在最近几天的时候 规律性特别强啊 下方 呃 下方的呃 一点 那不是一点啊 1485 上方的1555 这几个这几个位置啊 都是呃 都是非常非常理想的这个交易的位置啊 所以在这些这些位置上呢 可以看啊 这些可以去看这个交易啊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啊 看到这个 这是看到的这个图形 然后这个图形 我们有点解决的 如果有点有点兇访的 看到了这个图形 这是黄金啊 所以黄金我是个人 我是觉得是还是看多的啊 黄金我个人还是偏多的去看这个黄金的 所以黄金还是可以继续去 可以继续交易啊 黄金还可以继续交易他的这个交易单 黄金 其他非美货币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非美货币的这个走势图啊 和走势的结构 看看他的其他的这个图形 暂时市场当中的这些行情走势的这些单呢 其实并不多啊 走势的单并不多 最主要的大家是要看到说这些单 嗯 最主要的是我们来看看这些单 deals 按 嗯 嗯 继续交易 看看他后续的怎么走吧 给大家留出一些时间来提问题 Marson同学问到说 今天的黄金走势如何 我是觉得黄金在最近的这个走势 还是一个整体上 然后震荡的走势 整体上震荡 没有特别多的行情出现 还是在震荡当中 那这个震荡的黄金 我们说这个震荡的黄金 震荡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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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友问到加日 我们来看看加日的这个图形 来看看加日的图形是如何的 好的 但是 我跟你说 好 看看佳日的图形是如何的 加日我们应该还是有交易单在 手上的 那有同学问到加日能不能空 就目前的图形来看 我觉得加日 就目前的这个图形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日 加日 加日的这个结构 加日我们看到目前我觉得 在这个图形上 空还不是特别理想 因为最近的连续的上涨 结构当中 还没有构成一个有效的反转 所以在这种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说加日要空 我觉得可能还不是 一个理想的时机 还不是比较理想的时机 看看它后续图形上 看看它后续图形上 怎么动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加币对日币 所以我觉得展示还不太适合在这个位置上空下去 展示我也自己在这个交易当中没有特别多的单 然后没有这个单在这 然后孟孟同学说A50算是跑起来了吗 我觉得是的 A50算是跑起来了 还是在这个下跌当中 A50开始往下做空了 保留A50的仓位 昨天我们说A50要等到它跑起来 今天A50已经开始跑了 特别是我们看到四小时图 下一个加码点 下一个点摆在1.3750这个位置上 所以如果破下去的话 这个单就成立了 现在这个单新单在运行 所以等一下 看看这个单如果它往下跑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加码加下去 其他看看各位同学有什么问题 各位同学你们之后在群里边问问题的时候 保持一个状态 就是问到问一下 这个 就是at一下我 就是有同学问问题 去at一下我 这样的话比较好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知道 谁问了问了什么样的 谁问了什么样的问题 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图形的这个走势状况 其他同学有什么问题呢 其他同学有什么问题呢 好 那 这 在这样的走势状况 是 其他同学有什么问题呢 好 小燕姐问到傍日怎么走 傍日的行情现在 我觉得依据交易系统上来看 傍日目前所处的这个 这个位置 就是单纯就30分钟图上来看的话 傍日是涨势 只是说 每一天价格走到低点 价格走到这个低点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震荡 昨天一波大涨 今天亚洲盘也说 今天一波大涨涨上去 大涨涨上去 那随后下来的这波行情 随后价格下来的这波行情 我们会看到说 它的 它的这个结构是 我觉得短线上还可以再多 短线上还可以继续去 多上去 中长线上 暂时这个行情 中线上没有 没特别多的机会 短线上还是一个偏多的 我觉得短线上还是 偏多的一个 一个一个状态 看看它后续怎么走 关于后续怎么走 今天短单上 回到这个系统 这个位置上 就开始空 完全没问题的 就是这个图形 完全没问题 空单完全没问题 我们下车就开始 好 这是看到的这个图形 其他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呢 好 没有问题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 书华可以又涨了 是啊 就是在这 有同学问 阿杰问到说 数字货币怎么样 我是觉得这个数字货币 这个图形呢 还是一个 现在数字货币 还是一个偏涨的这样的一个图 还是一个偏涨的一个图 数字货币还是一个偏涨的图 交易当中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还是一个长势当中 好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各位同学有问题的话 在群当中发言 谢谢各位同学参加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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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